一个人一辆车挑战自驾中国边境线 大家好,我是瑶瑶 我是四川绵羊的 今年2月18号从家里出发 已经在路上四个多月了 好多人会问我一个人在外面不害怕吗 会不会想家 其实有时候我还是怕的 也会想家 晚上上上厕所的时候 也会在车里纠结很久 我现在在西藏的米宁市 这里是219国道 这是一个市 但是跟我老家三台线差不多大 这里没什么游客 到了这里我才发现我的帐篷被吹下来了 我还以为是路上风比较大给我刮的 然后去了菜市场买了树沙和水果 去快递站拿了放了很久的快递 还遇到了绵羊老乡 聊了几句 还好 昨天我是在米宁县的客运站露营的 今天准备换个营地 然后我在上一个马路牙子的时候 把轮骨开变形了 修车的时候车门也给撞坏了 这车跟着我真的是受罪了 吃完饭收拾好过后 花了15块钱起了个澡 截止今天我已经有差不多10天没有住酒店了 然后就是在这种洗衣的地方洗澡 最近开车脖子比较疼 去医院拍了片拿了药 还扎了针 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就是得自己照顾自己 这个时候我是孤单无助的 但是不得不自己去解决 四旅途就会有辛苦 在这条漫长的旅途中 我还会经历很多事情 大多数的时候只能是一个人 于是一定要撑住 熬得住所有的风雨才能看到彩虹 加油吧 加油 好11 报警